大家好,我是Mira 很久都沒有拍這個食物的開箱片 今天要開箱就是這三個韓國的即食麵 這三個都是新品味的 出了沒多久了 然後今天就要來和大家一起試吃了 因為韓國其實都幾常出一些新口味的即食麵 因為平時收到很多大家的訊息 然後很多都問這個麵好不好吃 那個麵好不好吃 所以我就有一個計劃 就是想著每個月都會出一個即食麵的開箱 每次就開箱幾個不同的味道 大家看到之後就知道究竟值不值得去嘗試 這三個分別就是 Black and cheese spaghetti 然後它是拌麵 感覺上好像很好吃 因為芝士愛好者 非常期待這個 然後第二個它也是拌麵 它是Italian pasta 它就說放了很多番茄和cream 酸酸甜甜的開胃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比較韓式的味道 就是這個 Dock lamin 辣味的 這個就這樣用水煮就可以了 而麵和芝士這個 是一定要放微波爐 然後這個Dock lamin 它就說你可以直接下水 但是如果放微波爐會更加好吃 現在就去處理它們 這樣就放了回來 好 這個麵和芝士裡面 這包就是芝士粉 然後這個就是麵和芝士的醬 這個也是Spaghetti的粉 而且裡面還有一個交叉 非常之好 韓國的即食麵 其實裡面都頗少會附交叉 它有兩隻麵 有這個麵餅之餘 下面還有一堆螺絲粉 很喜歡這些肉粒 然後這個Italian裡面 就會有 都是芝士 然後就是一個 露芝士 露芝士和蕃茄醬的混合體 它的麵是這樣粗的 然後這個Dock lamin 裡面就是會有 年糕 那個年糕很小塊 它的粉 然後就沒有了 然後它的麵的質地是 這樣幼一點 先處理了這個MAC & Chess 原來它是要 那個蓋是要全部撕掉 然後呢 是要下這個粉 然後呢就要下熱水 我有一條線的倒在那個位置就可以了 然後呢 要放入微波爐 處理3分30秒 然後這個Dock lamin 因為它也是要入微波爐的關係 所以它也是要 那個蓋是要撕掉它的 然後還有這個年糕 然後呢 又是倒到那個線的位置 這個位 對 就可以叮 2分30秒 好 然後這個Italian 它就是因為撕麵的關係 下了熱水 等它的麵熟 又是倒到那個線的位置 蓋上它等3分鐘 好 麵熟 這個 然後放年糕這個 它水分不是太多 我本來以為它會好像很湯一樣 然後呢 就要下正餘 這兩包東西 嘩 你看這芝士 超誇張 這個應該會是非常的肥 其實韓國呢 出很多芝士味的即食麵 我都會覺得是挺好吃的 然後這個芝士粉末 好 然後這個呢 它就說要把水倒下去 但是要倒一些 然後呢 就下這個 蕃茄醬 吃pizza的時候會聞到的芝士味 好 那現在三款的即食麵 就已經預備了 首先呢 因為很想吃芝士 所以我先吃這個麵熟 然後攪拌它 我本來以為呢 我加了那麼多水 它會變得很湯 但是呢 冰完之後呢 它是剛剛好 好邪惡啊這個 哇 哇 這些芝士味 好香 雖然呢 我是很喜歡吃芝士 但是其實我也是覺得 有些芝士是不好吃的 嗯 是好吃的 它是完全可以充分到 表現麥和芝士的那個 好膩 好濃郁 然後有鹹的那個味道 我覺得呢 它 調教得是有一點點 偏甜的 所以吃下去呢 整個呢 是很creamy 很甜 很濃郁 芝士香味是超重的 因為剛才它不是有包芝士醬 其實那包芝士醬呢 通常你看到有那包芝士醬呢 就一定好吃的 之前有出過一個藍漬的芝士湯麵 然後也是有那種芝士醬 又是好吃的 沒有了 而且它的麵呢 不會太軟 我吃了這麼多 但暫時都不覺得很膩的感覺 吃它的肉粒 肉粒太厲害吃 吃不到什麼感覺 它的麵其實是 會很高分 但是呢 我自己的話 因為其實我吃東西不喜歡 那麼單的 而且其實平時呢 我很少會這樣吃麥和芝士 我通常都會配搭其他東西 所以如果這個單吃的話 吃得久的話 其實會覺得這個味道有點悶 因為它保持著這個很香濃的芝士味 所以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自己加一些 腸仔啊 或者加一些煙肉啊 或者是再配沙律吃 其實效果會好很多 因為譬如你去那邊買的時候 然後冷藏櫃那邊 其實有很多沙律 或者很多不同的選擇 然後我一定會加配料下去 但這個 非常好吃 芝士米吃下去會覺得 很滿足的一個味道 好了然後呢 就吃這個番茄pasta 它也是有很多芝士 然後拌勻它先 但我相信這個一定沒那麼生氣 它聞下去的這個味道 其實真的好像在餐廳 會聞到的番茄味pizza味 它是辣的 它有微辣 它還沒去到新拉麵那種辣 很好吃啊 首先 它的質地非常creamy 然後因為它本身是那個 Rosje的沙律 番茄的酸酸甜度 是會很清新的 我自己吃pasta的時候 其實比起就這樣番茄醬 或者就這樣白汁 我是會喜歡Rosje 因為我自己是比較喜歡cream的質地 但是吃得多會漏 但是因為它有番茄醬 它就可以中和比較酸甜和清新 它這個 這個味道其實 你吃這個 你其實會有錯覺 是你在餐廳吃pasta 它的調味調得非常之好 它的味道不會太鹹太濃 是剛剛好的 我現在這樣吃這個麵 我就會覺得 我呢 稍後可能會有個pizza 然後會有個幾點湯 然後 可能會有碗沙律 完全是餐廳的那個味道 這個很高分 我覺得兩個都很好吃 兩個都不是韓式的味道 兩個都是西式的 而且它煮的時候比較方便 它也是等三分幾張 它不用微波爐 這樣就比這個mc and juice優勝少 如果可能你不方便 你是沒有微波爐的話 你就吃不到其他了 那這個呢就是 Doc Lamyun 試一下這個湯 哇!辣! 我猜不到它這麼辣 韓國寫著 辣味的話 是真的辣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 它的辣度呢 就是比新拉麵 雙倍的新拉麵 或者是三倍的新拉麵 它的湯是帶甜的 吃下去都像新拉麵 新拉麵的再濃味和甜 然後它是再辣的版本 然後呢 先試完這個年糕 嗯! 年糕是平常吃到的年糕 因為呢 有時候我自己煮麵的時候 我都會另外放年糕下去 那它這個呢 不用我放 如果放在微波爐 那個味道會比較好 其實原因應該就是年糕 韓國的這些 即食的年糕產品呢 它們都是需要去叮 所以這個呢 吃不到辣的朋友吃不到這個 很抱歉 比我想像中好吃 個人來說呢 有很多款呢 我都是不喜歡吃 因為我覺得它們的味道很相似 但是這個吃下去 也算是相似的 但是因為它至少會有年糕在裡面 年糕是它的加分的地方 但是呢 如果你說 常不常見呢 普不普通呢 其實這個味道是普通的 好了 我覺得我可以評分了 這麼巧我今天吃的三個 即食麵都是偏甜的 但是呢 我會覺得 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歡吃麵和芝士的朋友 那個濃度其實是會差一點的 我覺得可能因為它不想蒸到太膩的關係 所以呢 它是有做到那個感覺 但是 那個味道呢 它是有相對的減少 而且現在這樣回頭吃它呢 我又沒有剛才那麼驚訝 所以我會給它7分 我是會再買它來吃的 然後 這個 這個呢 其實味道吃下去呢 會比麵和芝士的好吃 本來我想比分 是比麵和芝士的 但是它麵的質地呢 其實相對地就會比較容易軟 因為它始終是不用經過叮這個步驟 所以如果你控制得不好的話呢 那麵就會有機會變得很軟 其實我現在是有一點偏軟 所以我覺得因為這一點呢 它和麵和芝士呢 都是 我猜我都會經常買來吃的 所以這兩個比較起來 其實我自己呢 如果味道的話呢 偏向這個 因為比較像真的在餐廳會吃到味道 那這個的話呢 其實 以即食麵來說的話 就是好吃的 但如果這個相對上 就會差了一點 那麵質方面 因為這個呢 真的比較容易軟 而這個呢 它其實可以保持著 彈牙的口感 那所以 麵質的話 我會喜歡這個多一點 是丁的那些麵質 其實都可以保持著彈牙的 然後這個 這個独腩潤呢 它好吃就是好吃 嘶 嘶 但如果它比較普通的關係 那我覺得 如果大家不買來試呢 都不會說有什麼損失的 基於它又是好吃的關係 那我會給它老份 但是呢 我應該就不會再買它來吃了 那今天的開箱呢 就到這裡了 那大家如果剛巧都是在韓國的話 然後大家也可以買來試一下 在便利店和超級市場 都可以買的 那之後呢 我都會繼續推出這個即食麵系列 那大家如果是有興趣的話呢 就記得緊貼 不要錯過我的影片 那 多謝大家好收看這個影片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幫我按LIKE我啦 記得訂閱我的IG 或者Facebook的話呢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的影片啦 那記得按訂閱和按鈴鈴鈴鈴 就不怕錯過我最新的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多謝大家好收看 拜拜 會員